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黑人 叫做人声音乐家吧 叫Bobby McFerene 黑人就是 Don't worry be happy 唱了一个 我研究一下怎么唱 我想起来了一起唱 诶 这好像是我自己的旋律 诶 你们知道那首歌吗 Don't don't worry be happy 反正我刚刚那个就是想这样子 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歌 没有变好 失败了 我要我换个乐器 这一唱那个 对 不可爱话 他非常高兴 他输了 爪子也输了 爪子也辣子 好耶 那个我这一唱巡回 是我春季巡回最大的突破 就是我加入了这个乐器 那 今天就只会出现在这一首歌 除非我要突然间创作什么 你们知道我在表演的时候很常会 突然间现场创作出一首歌 那几率就是 是百分之十左右 就是要看当天的那个 沙家互动 互动的乐好 就会很容易激发我 临时就会创作出一首 我唱完就忘记了歌 这种事非常常发生 百分之十左右 然后我这一次在巡回里面 带来这个乐器 然后我自己每次弹到他的时候 都会觉得特别的 就是温暖 而且我在巡回的第一场的前三天 我才买的 就想说要巡回了 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乐器 我就去买了 然后三天之后我就拿来 开始表演一直到现在 一个多月了吧 然后我对他的了解 有余力俱增 他对我的了解也没有增加 对 他的弦是黑色的 不要以为没有弦 我不是放卡拉带的 是黑色的弦 你看他会把那个影射量遮住 有没有 是有弦的 不一样的 对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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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